我原本其实也很想要走 就很像运动选手这条路 国小的时候就差那个契机 参加社团就会被老师教去篮球队 但就那时候就没有钱 就没办法参加 《决胜六秒》影片 记录阿胜与哥哥阿顺的故事 两兄弟从小由阿嬷照顾 弟弟阿胜在学习上有障碍 也有偏差行为 国中加入举重校队后 阿胜行为逐渐稳定 年底更将代表台湾前进卡达比赛 哥哥阿顺也曾梦想成为运动员 却因为家境关系而错过 对弟弟的成就既羡慕又骄傲 从小都是阿嬷跟阿公在照顾 就是爸妈都没在身边照顾我跟我哥 就是从国小 国小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被排挤 然后就很不快乐的长大 到了国中一年级 教练有找我去练 然后前面又不想练 然后又开始走偏 然后最后又想说有成绩就开始练 练到国三就有成绩 就读了高中 练到满身伤 对不对 哪里受伤 膝盖腰跟手 那么痛你没有放弃了 没有 还是想要继续 对 有梦想 就是希望为自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前途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听说你当时如果没有被去抓去练局中 大概你就是八加九了 他自己讲说我可能就是变成八加九了 但是阿嬷把你抓得很好 你知道要怎么样走自己的路 那我看到你哥哥 哇第一次写信给你 你有感动 有啊 哥哥说有给你一个玩偶当作幸运符 有啊 他给你什么祝福吗 哥哥说出去就好好的比赛 不要受伤就好 不要受伤就好 哥哥很会想 哥哥其实也本来想要朝运动方面努力 他想说你们俩说你总要有一个不要受伤 所以他就选择他不要受伤 他会不会是要陷害你让你去受伤 没有 是真的希望你可以为家里争光 翻转家庭的命运 对不对 同样是隔代教养 阿璇从小由阿公阿嬷照顾 阿公刚过世不久 阿嬷常被着他哭泣 却依旧打起精神工作 直成佳绩 目前就读高三的他 在家福梅和智利青年辅导下努力充斥 其实阿公阿嬷养我们本来就不是应该的 他们就是其实真的靠我们三个很可怜 才来照顾我 就是才帮我们养那么大 然后其实我阿嬷也跟我讲说 就是我阿公 就是我阿公跟我阿嬷讲说 就是他自己的女儿都就是都没有上大学 就是他都就是帮忙缴学费缴到高纸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要上大学的话就是 就是要靠自己 可以的啦 你可以靠自己的 对 然后就是其实阿公阿嬷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虽然我没有爸妈那种就是的光来 但是我有我阿公阿嬷很骄傲 根据家福基金会调查显示 有31.7%弱势高三升 毕业后预计投入职场 而选择继续升学的弱势高三升 也有45.6%曾想放弃升学 前五大原因中就有三项 与家庭经济困难有关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超过六成左右 即他会担心的就是升学之后 他会担心的就是学杂费 生活费住宿费 你可以想想你到外地念书的时候 你所需要负担的一些费用 你就可以想象到 好下一张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选项 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们除了担心自己的学杂费跟生活费之外 他也会考虑到他的家人 比如说有两成多一点的孩子 是会考虑到说无法照顾生病的家人 还有照顾自己的手足 这某个程度也是彰显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要承担的 就是家庭照顾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那因为家庭照顾的时候 让他有多一点的牵绊 好下一张 那孩子即便他是选择想要继续升学 但是在他的选择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会有萌生 就是打退堂鼓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有45.6%的孩子 其实曾经想过说 那我干脆不要升学好了 我就去工作好了 所以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这个挑战真的是还蛮大的 下一张 对那这些想要升学 但是曾经想过打退堂鼓的孩子 其实他想的还是跟经济议题有关的 就是这几个我们框起来这几个 想要赶快赚钱有收入 想要减轻家庭的负担 那想要改变家庭的经济环境 干脆生活协市家庭基金会 从2014年开始推动 在每年10月份的时候 刚好因为这是国际的消除贫穷日 我们透过各种活动或者是办理的内容 来够来呈现一些比较弱势家庭的孩子 他们的真实的样貌 让社会大众能够更重视野 让很多企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能够帮助这些家庭的孩子 有机会透过各种的活动的一些模式 能够转虎为干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看不见的一个贫穷 他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孩子 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在高三学生 他们在面临一个生涯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在升学跟就业之间做选择 事实上我们看到教育部他有统计过 目前的高三学生大概只有一成 一成的学生他会以就业为优先 调查我们自己所帮助的这些高二高三学生当中 有超过三成他会有就业为优先 代表的是这种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跟资源的一个需求上 跟一般整体性的一个高三 高二高三生是有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弱势家庭的孩子 今天有两位的代表还有我们家长 他们所面临到的议题 一定跟一般的家庭有很大很大不同 这也是我们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能够共同来重视这样一个需要被关注的课题 开始 为从目弱势儿少学习补助与自立辅导服务经费 家府基金会甘苦生活节推出甘苦接力赛游戏APP 邀请民众挑战日行万步将每天步行或跑步记录上传 在11月16号前一起累计达到登上月球的4.8亿步 爱心企业将携手捐款80万元 另外也号召民众捐款一起为弱势孩子的梦想应援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